艺人黄子娇去年卷进MeToo风暴 一名自称是黄子娇学妹的K小姐在爆料 自己在17岁时 黄子娇邀请她担任模特儿 结果她在黄子娇住处被怂恿拍裸照 黄子娇还趁机侵害她 我如果八个字形容这个黄姓艺人 十恶不赦 人神共分 你敢对那么多被害人 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 这叫罪无可患 检方日前调查发现 黄子娇在偷拍平台 购买了七部未成年性爱片 最后被还请诉两年 支付公库120万元 并且携毁过书 如今在遭指控性侵 太太孟耿如紧急关闭脸书 但有人说黄子娇不尊重女生 恐怕是惯犯 讽刺的是黄子娇成名时 总统蔡英文曾哀哄国家大事不表态 却有时间特别记卡片 祝贺黄子娇生女儿 甚至卫福部保护司 还找黄子娇拍影片当代言人 如今挺阴影的网红 焦谈哥带头狂骂黄子娇 卫福部却说 把黄子娇列为拒绝往来户很两难 他说很两难 说我们社会的愤怒 要你这位师长滚蛋 一点都不难 他搞清楚 他保护师是在保护谁 你应该保护被害者 这是涉你保护师的目的 你保护师在保护那些加害者 然后运用 说这些加害者是 社会的名流 是艺人 有宣传力 有广告力 讲什么屁话 这样子的官员完全不适任 我说很简单 他就今天交诸辞呈就对了 520毕业照他不用拍了 就是有这种官僚 可恶到极点 这种禽兽的作为 还在那边代言什么 当网军狂轰黄子娇 买未成年性爱片时 有人反问 政府对于偷拍 还有贩卖未成年性爱片的 源头恶徒 又抓了多少 罚了多少 绿网军怎么光骂黄子娇 那个官网还在你 像这种奇奇怪怪 这种暗网很多 所以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 那刚刚警政署有说 组谋着人在国外 他们到底处理到什么样的进度 这些都应该 向立法院这边做一些报告 当黄子娇成为众矢之地 难逃该负责的责任 过去吹捧他的高官们 要不要回头想想 除了买性爱片的黄子娇 政府该负的责任 又在哪里 记者杨洁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